哈喽,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我最近读过最出乎意料好看的一本书,我超级喜欢的 它谈的是如何穿越苦痛,重启喜悦的智慧 这本书记录了两位宗教领袖的精彩对话 但是就像是书本封面介绍写的 它不属于任何宗教,任何族群 这本书是属于你的,你值得很久的喜乐 本期节目由生鲜石书赞助播出 生活的压力无所不在,要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呢? 近年来有许多的人感受到来自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 甚至影响到了情绪健康 就连学校都开始推行了心理调试架的政策 想要帮助学生更好的处理压力还有调试身心健康 在许多年前,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达赖喇嘛还有图图大主教 他们进行过长达五天的深度对话 分享他们面对人生困境的智慧还有洞见 现在这场对话被正式制作成了一堂线上课程 无尽的喜悦之路 除了两位智者的对谈之外 还有跟他们关系密切的三位专家 透过系统化的安排 完整的说明喜悦的八大支柱 还有里面的一些实践方法 让你用一个充满任性的方式去面对压力与挑战 像我自己最有感的就是 如何放过自己 还有学会原谅跟接纳 藉由他们的对话也帮助我解开了一些心结 另外呢 这堂课不只是理论的层面 它还有很多实际的练习 比如冥想的方法 还有课后的学习单 都可以帮助我们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生活里面 如果你觉得生活压力太大 或者是常常被负面情绪所困扰 那我很推荐你可以来上这堂课 募资的期间有将近半价的优惠 结账的时候输入专属优惠码 W-A-K-I-J-O-Y 就可以再折底250元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节目资讯栏参考看看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最后一次相遇 我们只谈喜悦 它的作者是一位资深的编辑 叫做道格拉斯 亚伯拉姆 那他记录了两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长达了五天的精彩对话 他们分别是达赖喇嘛 还有南非的大主教 戴斯蒙图图 那么这两位杰出的宗教领袖 在人生当中都充满了极大的苦难 但是他们依然保有了充满感染力的喜乐 还有慈悲 他们相聚在一起五天 讨论一个永恒的问题 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当中 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持久的喜悦呢 他们就分享了 如何在面对痛苦跟挑战的时候 依然保持内心的平静跟快乐 无论是他们有经过流亡的痛苦 或者是种族压迫的挣扎 他们这两位心灵导师 就透过幽默跟睿智的对话 告诉我们怎么样在逆境当中 找回内心的力量 并且让喜悦成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这本书最让我惊喜的地方就是 我原本以为这本书会有很多的心灵鸡汤 或是人生大道理 但是啊 共同作者道格拉斯 他却把这本书升华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他除了很忠实的呈现 这两位智者的对话之外 他还结合了很多的心理学 脑科学 神经科学的延伸说明 让我们可以从抽象的智慧里面 看懂很多背后更具体的科学原理 就像是大主教提到 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当作超人 因为过度的压抑情绪是不明智的 反而你要把悲伤还有痛苦给呐喊出来 这样才能让自己恢复正常 那么针对这个做法 道格拉斯就引用了心理学家的研究 他就发现 适度的悲伤其实有很多的好处 比较愿意表达心情难过的实验组 他们在判断力跟记忆力都比较好 对于自身处境的警觉性更高 对别人的态度也会更慷慨跟宽容 那么同样的参与这五天对话的 还有担任过达赖喇嘛三十年翻译官的佛学家 图登金巴 他本身呢也是一位佛学家 扮演起转译两个世界两种语言的一个最好的桥梁 那从他们的视角里面 把这个对谈当中的很多佛学术语 做了很白话文的说明 让这场对话显得更平易近人 那由于这本书李摩的重点真的是话太多了 这次我就先摘入这本书前半段的四个很重要的重点 来跟你做分享 第一个我们就来聊 如何度过逆境还有困苦 有一些人遇到苦难跟困境的时候 他会身陷其中走不出来 对别人变得很苛刻很残忍 但是有些人却因此而茁壮 走出逆境之后变得更有韧性 对别人更宽容更慷慨 那么大主教就提到了 我被打就想要打回去 这是一种动物的本能 但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我们经过了淬炼 我们会找出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这个人做出这件事情 我们会变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试着设想 他说我们的善良会受到考验的时候 内心深处的善良也会茁壮成长 这种宽容的精神就必须从经验当中来去获得 那么达赖喇嘛他在听完这段话之后 他也想起了一段发人深省的故事 在很久以前就是中国的军队曾经入侵西藏 那导致达赖喇嘛必须逃亡 那么在寺庙里面大约有130个人来不及离开 就被抓去了中国的劳改营 在里面历经了18年的折磨 那么劳改营有各式残忍的刑罚 也极尽可能的去折磨这些人 最后只有20个人可以活着离开劳改营 那么在这些幸存的僧人里面 有一位高僧他的名字叫做洛本勒 他后来就前往了印度也遇到了达赖喇嘛 他就讲出了这段痛苦的经历 他说他们在劳改营的时候永远都在挨饿 甚至他会饿到很想要去吃另外一个囚犯的尸体 但是那个肉都已经结冻了 硬到咬不下去 他还告诉达赖喇嘛 在这个18年的漫长岁月里面 他也遭遇过真正的危机 那么达赖喇嘛就心想 他指的一定是生命遭受威胁之类的危机吧 毕竟还有什么东西比死亡还更令人害怕呢 没有想到这位僧人竟然跟他说 他遇到的危机是他差一点点就失去了 对中国卫兵的人慈心 哇听到这段故事 在场的每个人都倒抽一口气 这个高僧居然认为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慈悲 是失去人性 这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 人类拥有的一种跳脱动物本能的心智能力 就是在逆境当中 可以升华我们心灵的这种力量 就是逆境的痛苦 它不会吞噬我们 而是让我们可以从中学习 让我们试着去寻找意义 苦痛的感受是暂时的 但是心灵的升华是永恒的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决定自己会怎么样受苦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再来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消除个人的痛苦 当我们真的去深陷在那种痛苦的感受的时候 很可能很难去想到那些大道理 你说什么意义啊 什么慈悲啊 什么喜悦啊 我们才管不了呢 我们的心里面可能都聚焦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会想着 为什么只有我在受苦 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幸运 针对这个问题 大主教跟达赖喇嘛 他们都提出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叫做关怀别人 就像是大主教说 他也曾经因为烦恼而失眠 但是他就会想一想 世界上此时此刻仍然醒着的 同样无法入睡的人 也是很多 他继续说到 想想看别人 想想其他面临着相同处境 或是处境更艰难 但依然存活下来 甚至化险为夷的人 这样做的话有很大的帮助 你可以把自己看成是 隶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 那么达赖喇嘛说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想要透过演讲来传道 他无时无刻都觉得自己很焦虑 他就说 我当时非常的紧张 因为观众看到的我 跟我心目中的自己 并不一样 但是自从他离开了西藏之后 他就体会到 这些人跟我都是一样的 一样都只是人 假如我们认为自己很特别 或不够特别的话 那么恐惧 紧张 压力 焦虑 就会随之出现的 要记得 我们是一样的 比如说 当我们因为工作压力 而感到很沮丧的时候 不妨花一点时间 来帮助一位需要协助的同事 就可以让你短暂的 脱离自己的压力 或者是 当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 感到孤独的时候 你主动的去关心一位 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 这样子的连结 可以舒缓你的孤独感 我们不是唯一受苦的人 我们和别人一样 都只是凡人 当我们将焦点 从自己的痛苦 转向关怀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减薪 自己的痛苦 并且带来更多的喜乐 那么关怀他人 就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让我们可以感受到 更多的快乐 而这种快乐 也可以影响到身边的人 扩散到更大的范围 最后帮助到我们 超越个人的痛苦 再来第三个重点 我们来谈谈 如何放下 嫉妒心 就是跟别人比较 是一种人之常情 尤其在社群跟网络时代 这么发达的现在 我们随时随地 都来跟别人比较 那也因为演算法 会推荐的关系 我们往往都在 不知不觉之间 强迫被跟别人比较 像是为什么 他买得起iPhone16 为什么他可以开保时捷 为什么他买得起 蛋黄区的好房子 不比较还不会怎样 生活一样好好的 但是你只要一比较 心情就变得很糟糕 这个嫉妒心 就会油然而生 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 有点愤怒 又觉得自己 好像很匮乏 那么要如何处理 这种嫉妒心呢 大主教跟达赖喇嘛 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大主教就提出了 这几种方法 他说第一种 宽恕自己的嫉妒心 因为大家都一样是凡人 你不要觉得他有罪恶感 第二种 是你去细细地数一数 自己拥有的幸福 有哪些 笔上不足 但是笔下有余 第三种 就是你要积极地面对 让这个嫉妒心成为你的动力 努力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 再来第四种 就是你要想清楚自己真正的需求 不要去追求那些没必要的东西 那么另一方面 达赖喇嘛他认为是这样子 人会有嫉妒心 往往都是因为太重视物质的资产 而不是注重内在的价值 他提出的应对方法是这样 要养成一个关怀他人的意识 一个人如果真的懂怎么样去慈悲跟同理的话 就算别人得到更好的东西 比你更成功的话 你也会由衷地为他们的好运感到高兴 这句话翻成白话文就是这样 我们要承认彼此都有相通的人性 我们每个人同样都有权利 也同样都渴望拥有快乐的人生 我们就是全体人类里面的一份子 全体人类快乐 我们就会快乐 所以达赖喇嘛他也提出这样的提醒 假如我们怀抱强烈的人我之分的话 那么你就很难修养到喜悦的心 你一定要养成我们的这种意识 你要培养出大家是人性相同一体的观念 自然而然的就会希望 别人也可以离苦得乐 追求快乐是一种本能 我们每个人都有 这说起来呢 就是一种为他人的幸福着想的心态 相较之下我觉得达赖喇嘛的说法 是对我更有帮助的 那也呼应到前面的这个重点 关怀别人 当我们不要这样自我中心的角度出发 而是以人类共同体的角度去想的话 就会发现 我们当然会希望每个人都活得快乐啊 都拥有快乐的权利啊 当我们祝福别人事事顺心的话 我们自己也不会因此少一块肉 人生不是一场你输我赢的游戏 而是一段大家共同追求喜悦的旅程 在这个旅程里面 喜悦是取之不尽的 再来我们谈第四个 怎么样面对死亡的恐惧 大主教跟达赖喇嘛的对话里面 他们虽然谈到了很多认真又严肃的话题 可是他们之间的相处是充满乐趣的 他们也很喜欢开彼此的玩笑 就像是大主教在刚抵达机场的时候 就曾经对达赖喇嘛开玩笑说 那个你小心一点啊 我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快要翘辫子了 然后他就提到了最近他们刚过世的一位朋友 继续说 他说那个人的个子比你和我都高很多啊 那天我看他的棺材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 我们两个人都可以一起装进去呢 如果我死掉之后会上天堂的话 那达赖喇嘛你会去哪里呢 你没想到达赖喇嘛竟然回答他说 我八成是下地狱吧 然后你听到奇怪他怎么说这句话 就是关于这个死亡 关于谁会上天堂 谁会下地狱 这个玩笑他们两个人真的一整个星期都在说 他们故意会拿彼此相反的传统和信仰来说笑 那么你可能更好奇就是达赖喇嘛为什么说他八成会下地狱呢 在后面的几天的这个对谈当中他是这样说的 达赖喇嘛就提到 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担心在死后会下地狱 但是担心没有什么用 没有必要害怕 人在世的时候烦恼地狱 烦恼死亡 烦恼种种可能犯的差错 只会让你焦虑不安 永远得不到喜乐 要是你真的害怕地狱 你更应该让人生活得有目标 特别是去帮助别人 达赖喇嘛说到这边的时候 他很调皮的轻轻的拍大主教的手腕告诉他 所以说啊 我宁可下地狱而不想要上天堂 因为在地狱里面有比较多的问题让我解决 我在地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看到这段回答的时候 我也是倒抽一口气 我还真的没有这样想过 但是我后来承认 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想法 就是你想想看 上天堂获得永久的喜乐 无忧无虑到底要干嘛呢 很无聊啊 你可以回想看看 我们自己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是熬过痛苦之后的柳暗花明 是帮助别人看见对方成长的喜悦 是明明知道某件事情很困难 但还是硬着头皮去克服那个挑战 这个道理很简单 渴了喝水才会爽嘛 饿了吃饭才会香嘛 当人生没有什么痛苦要面对的时候 没有什么问题要解决的时候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相反的 当我们去接受挑战 帮助别人超越自己的时候 你每一天都可以活出满满的喜悦 那最后总结一下 在这本书的前半段 他大多都是在谈那一些 让喜悦远离的事物 但是呢 这个也是困扰着我们大部分人的问题嘛 那我也发现了 这些问题 他都有一个共同的解法 也不断的被他们两个人提到 刚刚我也有讲到 那个就是避免太过自我中心的想法 同时你要懂得关怀别人 只要这样子想的话 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像是嫉妒的心态 嫉妒别人往往来自于我们太在乎自己没有的东西 而关怀他人的成就跟幸福 反而就可以放下嫉妒 那么寂寞这种感觉呢 就是当我们只专注在自己的孤单 这种感觉就跑出来 但如果你主动的去关怀跟陪伴别人 寂寞的感觉就会自然减轻 那么愤怒的感觉是什么呢 都是源自于过分的自我需求 当你去理解别人的处境 就可以让愤怒的情绪有所舒缓 那么至于绝望的感觉 你与其对自己的困境感到很无助的话 你倒不如去关注 而且帮助那一些比我们更需要支持的人 可以重新的找到你生活的希望 就像是达赖喇嘛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 太自我中心的想法 就是痛苦的温床 关怀他人的平安喜乐 才是快乐的泉源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关注的重心 不要只想着世界是绕着自己转的 当我们把眼光放在更大的群体 更大的世界 我们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 喜悦也不会匮乏 最后来分享一下Apple Podcast上面的听众留言 那第一位叫做万元 他说持续买进这本书 他说是听银行界的朋友推荐这本书 也特别来听你的介绍跟分享 谢谢频道的推荐 我会买来看看的 支持加油 OK 非常谢谢万元的留言 然后这本书的确是很棒啦 他就是很多金融界的 或者是有在投资经验的 其实都知道这本书里面讲的道理 哪一些是真的适用的 或是说其实适合散户的是哪一些 那当然我们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散户 所以呢要聪明的选择 适合自己的策略 那么再来第二位听众的留言 是一个问题 而且非常有意思哦 这位听众的名字叫做 导致男的AS 他说忽视跟尊重 可以同时存在吗 他提到 关于Crying Bay对于瓦基的留言 瓦基有回复说 如果他人对你的期待 与你自己的价值观或方向 不一样或者是不相关的时候 自己会笑笑的 把它当成耳边风 听过就算了 但是同样的会给予尊重 这一点的话不太容易理解 因为当成耳边风的意思 也就是忽视 那么对于忽视的事情 要如何表示尊重呢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我自己是挺困惑的 因此提出来讨论看看 好的 我觉得非常感谢 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 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就谈的是说 在忽视跟尊重之间 怎么样取得平衡吗 那我觉得 像看到这一题的时候 我刚好想到 今天我分享的这本书 最后一次相遇 我们只谈喜悦 这本书里面的观念跟智慧 也很适合 用来去理解跟回答这个问题 就像是啊 我们去听到 或者是我们在面对别人给自己的期待 或是意见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的回馈 都跟我们自己的方向是一致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忽视掉这些意见 并不等于我们去无视别人的存在 而是一种选择性的放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选择性的放下这些意见 那你可能会觉得 奇怪了 那这样子好像就不太尊重对方 因为对方也是提出意见了 为什么你可以忽视 你可以选择放掉呢 好 那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 尊重的意思是什么 当我们听到了某样的意见好了 或者是某样的声音 我们试着去理解这些意见的出发点 为什么别人会这么说 我们会感谢别人的关心跟付出 至少别人愿意对你说 或者他愿意在这个地方留言给我 即使最终不一定会采纳这些意见 但是我们还是要同时感谢对方 就是你要保持对他人的尊重 这是一种态度上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你还是可以选择性的放下跟忽视这些意见 我们还是要保持自己内心的专注 还有平稳 尊重不一定是要去接受 或是直接采取行动 就是你听到别人的事情 你不是说每一件事情 你都要接受啊 你都要行动啊 你都要怎么样的回应干嘛的 尊重不是这个意思哦 尊重就像我刚刚说的 是一种内心的态度 你有没有这个发自内心的 足够的去理解对方的立场 你有没有足够发自内心的 感谢对方的回馈 即使是你可能没有告诉他 或者是你没有这样子 直接的去用行动来告诉他的话 你还是内心会有这样的态度 去表达你的尊重 那只是说 我透过就是频道上面来做回答 那我就很认真的去回答 每一个无论是几颗心的留言 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去表达出 我自己的尊重还有感谢 那么当然我也会发表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方向会是什么 所以呢 就是我们有相信 或者是我们有自己坚持的方向的时候呢 我们既没有忽视别人的存在 也没有让不符合我们期待的东西 去打乱我们的步伐 这个就是我内心的一个想法了 那么刚好今天分享的这本书里面 也有再度的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你既要关心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瓶颈 你也要同时的懂得关怀别人 所以呢 什么意思 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有很多很多杂七杂八的想法 或者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每个人之间都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一件理所当然 而且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我们体会到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整体 所有的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方式去关怀跟表达别人呢 我们就会更能够接受 跟更能够跟这样子不同想法的人们 一起生活 一起共存 一起去共同的取得喜悦嘛 所以呢 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喜悦 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所成就 但同时我也希望我自己有所成就啊 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获得快乐啊 那我们都可以获得快乐 这件事情它是不冲突的 所以即使我们的意见不一样 即使我们的方向不同 即使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些 最底层最底层的需求嘛 就是我们对于人生 都希望可以少一点点的痛苦 但是呢 多一点点的喜悦 这个也就是这本书教我们的 你要怎么样去了解人生当中 你无法避免那些痛苦 但是你怎么样去处理它 怎么样来获得喜悦 所以就是会用一个更思考到全体 更思考到关怀别人这样子的角度 你就会发现这些不同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凡人 我们都会有一些很成熟的想法 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也有一些不同的价值观 那这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呢 有时候就要选择性的放下啦 你既然说 哎我知道 我理解 但是我可以选择放下 我知道我理解 但是我可以选择不接受 好这个就是每个人自由的选择嘛 那对方也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才是一个成熟的对谈 或是一个成熟的对话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位听众的回答 那也希望说有稍微去解答到 就是说 哎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那也不晓得说 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 或许你也可以思考看看 就是当你听到这些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你选择去回应他的方式 是什么呢 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去看待这些事情 那怎么样的心态 来去处理自己内心的声音 那我也希望说 大家也可以思考看看 自己的话会怎么样来做 OK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边 就进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你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图书心得 还有好书金句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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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